这个隐居山林走路一瘸一拐的前美军少校名叫老罗 一日游走于山野间的他不巧遇到了汽车故障 搞得脾气火爆的老罗当场就大爆粗口 不过幸运的是长着一脸翘胡子并精通汽车的塔哥出手相助 没几下便修好了车 虽然对方十分陌生啊 可是为了表示感谢 老罗还是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小屋 塔哥自称是一名来自于欧洲的狩猎者 听完对方的介绍后 老罗一阵欢喜 以为是遇到了董行的 就把他的公奴展示给了塔哥 获得一番好评后 二人相约明日去打猎 不过今晚二人决定无罪不归 久过三旬后 二人从战争过往聊到了国家责任 其中最高兴的要属老罗 自从归隐田园后 他已经很久没遇到这么投缘的了 今晚的老罗一定会睡个好觉 面对老罗的住宿邀请 塔哥依然选择留宿山野 这是他常年打猎时的习惯 老罗也就没抢留 第二天一大早 二人就穿过溪流 来到一片陆长出没的地界 划分好地点后 二人分头行动 并通过对讲机传递信息 此时一头熊鹿来到了老罗面前 老罗搭工正准备要设置剂 但在关键时刻 他却迟疑了 原因是他患有严重的战争后遗症 当看到熊鹿眼睛的那一刻 他仿佛看到了 曾经被自己处决的阶下球 一下子回到战场的感觉 令他的瘸腿隐隐缩脱 之所以一直没拔出腿部 在战争中所中的枪弹 是因为他想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 远离战争与杀戮 他的迟疑被远处的塔哥看到了 从对讲机里 老罗听到了塔哥那突变的语气 老罗 你变了 变得畏首畏尾了 紧接着塔哥的几句话 便将老罗带回了那个 令自己饱受创伤的塞尔维亚战场 上世纪90年代 美军攻打塞尔维亚 并在胜利后上演了种族屠杀 有超过20万人死在这场屠杀当中 其惨状比二战更甚 在屠杀现场 一枪过后就意味着一个塞尔维亚战士的倒下 而因为某些原因 塔哥却阴差阳错地在美军枪口下活了过来 自此便盘算着复仇计划 18年后 在一家塞尔维亚的酒吧内 塔哥找到了他想要的人员档案 翻到其中一页时 看到了年轻的上校老罗 这正是他要找的人 而至于为什么单单是挑中老罗 这一点只有塔哥心里明白 战争之后的老罗并不好过 他选择和妻子离婚 并开始刻意地疏远家人和朋友 就连面对孙子的受洗日 老罗也是婉拒了儿子的邀请 不打算出席 只因他不想看到前妻的现任 这会令他想到过去的难过与挣扎 可没成想 如此一个孤寡老人 却有热闹找上了他 随着远处夺命的一见息来 老罗意识到自己要有麻烦了 虽然年过六旬 但老爷子依旧反应迅速 紧忙逃到了野草丛中避险 可由于刚才躲剑摔的那一下 让老罗的弓已经断裂 面对塔哥的步步紧逼 老罗离开野草丛 向密林深处逃去 塔哥这边一个圆月弯弓 剑势直接贯穿了老罗的小腿 在地上滚了两下后 老罗才忍着剧痛拔出了剑势 已经是一拳一拐的老罗 逃到了一处废墟的木板下 可还是被塔哥发现了 很明显塔哥现在还没有要他命的打算 以塔哥的射箭技术 本来早就能杀死老罗 可他却让老罗自己将绳子 从之前的腿伤中穿过去 绳子拉过伤口 令老罗疼得差点把牙齿咬碎 在将绳子打了个死劫后 老罗就这么硬生生的 被塔哥掉了起来 那场面堪比耶稣熟难 面对眼前痛苦不堪的老罗 塔哥道出了事情的原味 原来当年在屠杀阶下囚时 老罗面前的队影正是塔哥 可心存善念的老罗 不忍看到塔哥无故惨死 索性就朝他背后开了一枪 而恰恰是这一枪 让塔哥承受了在原地等死的痛苦 那是善者向求死之人 抛出的救命绳索 但在塔哥眼中 正是这绳索勒紧了他的后半身 让他陷入无边的困顿中 难以解脱 塔哥让老罗忏悔 如若不然将会一刀刀的将他灵持 可塔哥却因为一时的化牢 而没注意地上那被老罗捡起的木板 塔哥被打蒙之后 老罗割绳自救 却不成想被瞬间清醒的塔哥 踢到了川流中 跑在临近瀑布之前 老罗握住了一块岩石 这才保住了他这条老命 跑出生天的老罗 找到了一个洞穴 并在里面生火取暖 他还找来邻间的草药治疗剑伤 与此同时还制作了一把软弓 作为防身之用 这之后老罗一拳一拐地准备回家 塔哥以为这次可以势均力敌地较量一番 但没想到对方却使出了龟缩战术 一直在躲避塔哥的锋芒 可就在老罗快来到家门口时 却看见了已经驱车赶来的儿子一家三口 这番场景无意击中了老罗的软肋 果不尽然 远处的塔哥也瞄准着一家三口 无奈之下老罗只能任命 答应与塔哥的对决 儿子把红酒放在家门口后 就转身离开了 提前到来的塔哥并不知道 老罗就在私下埋伏 于是就开始肆无忌惮地 拿起红酒准备要喝 可就在这个档口 老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剑变射 随着那瓶红酒的掉落 塔哥的嘴被钉在了门板上 令其动弹不得 塔哥嘴里的血顺着剑尸流了下来 而他的灵魂也和躯体一样 在原地不住地颤抖 这次获胜的无疑是老罗 可老罗并没有杀掉塔哥 而是把他带走了自己家中 塔哥被捆绑得动弹不得 老罗用柠檬汁混搭糖水 给塔哥上了一课 还用斧子不断地对其进行着恐吓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斧子竟无形中帮助塔哥争断了绳索 挣脱之后的塔哥 没几下就把老罗赶翻在地 随后还把老罗孙子的照片拿走了 这也预示着他的下一个行动计划 把老罗压上车后 塔哥一边开车 一边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往事 可老罗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 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如何制服这个化牢 果然就在塔哥一游未尽致时 老罗从身后勒得塔哥喘不过气来 车也一翻再翻地掉到了坡下 片刻之后 塔哥用枪控制住了企图逃跑的老罗 而在两人的行进中 老罗也已悄悄地将绑在手上的绳子割断 中击了塔哥之后 老罗逃到了一个破败的教堂 利用塔哥正在追赶自己的档口 老罗迅速制造了一个解忆机关 他将绳索的一头绑住木板 以达到远距离声东击西的目的 这种效果让刚赶到的塔哥多少有些慌乱 并在四顾之时 被迎面倒下的木板拍个正着 可木板的攻击力毕竟有限 以至于塔哥并无大碍 重整旗鼓之后又将老罗赶到 还在老罗的腿上划开个口子 这颗战时所中的枪弹赫然露了出来 这次他依旧是在老罗身边继续着他的画牢 也依旧是让老罗忏悔的主题 眼见老罗无话 塔哥知道已经到了行刑的时候 可此时老罗突然薅出了腿中的子弹 直接扎到了塔哥的要害处 时间过了很久 太阳光晃的塔哥难以睁眼 可老罗却对一番场景看得真切 面对跪倒在地的塔哥 二人都仿佛回到了18年前 那个硝烟弥漫的时候 老罗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原来当初之所以要屠杀塞尔维亚战士 是因为美军看到了战争中 他们那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暴行 可真到了要处死塔哥的档口时 人性中善良的一面 还是让老罗迟疑了 过去如此 现在依然 老罗割开了塔哥手上的绳索 并把猎枪扔进了山谷 随后和塔哥面对着朝阳坐下 静静地看着蓄日东升 塔哥将老罗孙子的照片还给他 这预示着二人的兵士前嫌 影片的最后 塔哥来到酒馆 和老板娘对饮了一杯后 他决定蓄上一杯 毕竟是时候该与过往和解了 而老罗则终于迈开了那艰难的一步 他一路乘车来到了儿子家 衣着整洁拿着礼物 来祝贺受洗的孙子 他知道前妻的老公一定也在 他也知道会和对方多少有些不对付 但毕竟他来了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着 2013年上映的致命对决 鸡肋般乏味地讲述了一个 关于反战的故事 可能是自己理解能力有限 直到现在都不明白 这两个家伙 为什么要一直傻来傻去 可还总不将对方置于死地 让我看得既心急意又乏类 实在是难当假作 唯一支撑我看下去的 是两个戏骨之间的演技碰撞 罗伯特德尼罗在影片上映时 已经年过七十 还能继续表演着 近身肉搏和老汉倒挂 就冲着这份敬业程度 也必须给个最佳死磕奖 而更令我惊喜的是 男二号约翰·特拉乌尔塔 其震惊程度就好比 是在卖路人中看到了万子良一样 后来想想才恍然大悟 这毕竟是部2013年的电影 尤记得他之前在变脸 断剑中的惊鸿一匹 更知道他在低俗小说中 留下的影视经典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今已经到了2020年 不得不感慨 一切都是在变化中的 回到影片中 和反战主题交相辉映的 就是其所散发出的宗教意味 这一点在塔克身上 体现得最为明显 宗教也在一点点 剥离他作为人属性的同时 也开始让他变得 愈加偏执和细碎 回看古今往来所发生的战争 不少都与宗教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纵然是断壁腿渊下的流离失所 但身处其中 被洗脑的人却无法感受到痛 因为他们已经找到 人死后归往何处 这一答案的结果 虽然是虚无缥缈的 但烙印在心中却是实实在在的 而这座无法逾越的大山 也愈发地成为国际性难题 时至今日也在部分国家 久久不能散去 不被善用的信仰是战争的增幅器 就像电影所说的那样 有些东西是摆脱不掉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